嗨,大家好,今天我要种几种蔬菜 我要种的是辣椒,茄子,罗勒 茄子呢已经长出了四片蒸叶 我种了三种茄子,这种茄子是柳角椒 还有一个就是泡椒 另外种了一个长筋条 这三种茄子呢,我把它种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如果茄子种在同一个bed里面 同一个菜床里面,它们会串种的 那这是罗勒,我也育了两种苗 这个是普通的西式罗勒苗 另外这种呢,是泰式的 泰式罗勒苗 这是茄子 茄子呢也长出了四个蒸叶出来 所以今天可以把它移栽到地里去了 同时呢,我也会把这个长寿菊种到地里面 这个长寿菊是可以驱虫的 那么现在我就开中了 我把罗勒种在这个调味料的菜园里 我把这种蒸叶的菜园里放在这个里面 OK 罗勒种好了 现在我要把辣椒和茄子种到菜园里 那现在我把泡椒种到这个菜床里面 这是柳角椒 我把它种到西红柿的菜床里 这是长筋条 我把它种到这个菜床里面和茄子套种 每个茄子苗之间的间距最好在30到40厘米之间 辣椒苗的间距也在30到40厘米之间 大家看一看我这样排怎么样啊 茄子放在这边 辣椒呢就放在这边 错开来排 那么我就把这块地先种掉 OK 这一块地就种好了 这一块地里面呢 我这里种的是佛手瓜 我把辣椒种在这儿 然后这边一块空地 应该还可以再种一些什么东西 这一块辣椒地也种好了 OK 那么现在我就要种那个西红柿地里的辣椒了 在这里呢我就要把辣椒种在西红柿的间隙里 OK 这里我可以种两颗 这里种四颗 在这两个西红柿中间种一颗 然后再在那个两个西红柿中间种一颗 这样套种呢就不浪费土地的空间了 你们认为这样安排怎么样啊 现在西红柿地里的辣椒也种好了 茄子 辣椒和罗勒都种好了 再浇点水就收工了 在上期的视频里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人喜欢被称呼为老外吗 在这期的视频里 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是 大部分美国人是不喜欢我们叫他们老外的 当我们叫他们老外时 他们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感觉不被尊敬 就拿我老公来说吧 他很讨厌别人叫他老外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那是在1986年 他刚刚到北京留学 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出租车 没有私家车 除了自行车 唯一出行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 每辆公交车上都有一位售票员 有一次 我老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称公交车 那个时候的公交车里是没有冷气的 车上的人又多又热 我老公的情绪有点不好 突然 那位售票员冲着我老公喊道 老外 买票 我老公很生气的说 不要叫我老外 那位售票员接着说 那我叫你什么 革命同志 他这么一说 全车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老公也被他逗笑了 一场不愉快就这样被北京人的幽默化解了 不过 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称他们为老外 那是事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